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桑伙达是为您带来的 DOTA职业选手学不会的第一视角 完全不用学的第一视角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 是拉比克的第一视角 而且是TOPSON中单拉比克 而且是出允星锤的第一视角 对吧什么TOPSON TOP锤 以后我要管他叫TOP锤 什么TOPSON 没有啊 没有我们就是锤锤锤帮好吧 那上一期节目呢 很多观众表示啊 这个卡尔居然能连得这么好 这么舒服啊 这么过瘾是吧 那么当然了 也出现了很多去吐槽对面帕克的人 对于这些观众呢 我个人建议就是咱们 就是正常的观众也不用不用去吵 因为我坚信啊 我坚信所有吐槽对面帕克菜的人 一定一定一定都是可以单排到TOPSON 并且可以把TOPSON按在地上锤的人 所以他们一定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对吧 那我们不用吵架啊 我们期待着这些观众能够给我投稿 他们把TOPSON按在地上锤的第一视角 对吧 然后来看一下这期节目 中单的拉比克 这里一上来就是蹲到了对方前来抢服的二人组 当对方以为自己很厉害的时候 对吧 我发调加电影角色 前期抢服遭遇个两个人 还不是轻轻松松 结果没想到对方有三个人 那么这样的话呢 拉比克 PA和双头龙三个人一上来 就是美滋滋的拿到了对方的一二血 主要是双头龙加PA的这个双减速啊 实在是有点太厉害了 真的是有点太厉害了 那么中单 TOPSON的拉比克出门庄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三个树枝 一组吃树加上一个仙灵火 那么还是罗允星锤 那既然是罗允星锤 我给大家建议一下 我昨天试了一下 如果你玩的是加速模式的话 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你玩的是加速模式 那么你可以出门什么都不买 把所有的刚一出门的钱全部留下 然后呢 只要你的队友能够抢到两个神符啊 不需要抢三个 只要抢到两个 那么在兵线到达交汇处之前 你的经济就可以直接买一个825了 这个是我昨天试了一下 还是挺好使的 当然这个在正常模式里边的话 会有一点点难啊 因为你出门完全不带装备的话 可能会被对方打的根本补不了刀 但是呢 如果你是加速模式是可以的 中路队的是一个女王 我们可以看到 这拉比克一级呢 是有一个肉滑能流 由于对方直接是推兵线了 因此托普森现在暂时是一滴 时间没有到达二级 这块肉滑能流补到刀 然后直接等自己的一个825 在拿825之前 我们可以注意到托普森的一个操作 他开始疯狂的去站到兵线里面 利用更近的距离 弹道更快的可以打到兵的这个优点 那么尽可能多的去进行一个 正反补的操作来压制对手 并且他在寻求着各种各样的机会 来评A对手 然后在游戏的1分20秒的时候 他拿到了自己的825 紧接着他就开始要对对方女王 进行一个惨无人道的压制 这块直接一个评A 然后绕一下兵线 第二个评A再往前走 第三个评A对方的女王 这里第四个评A上去 那么我之所以敢这么肆无忌惮的 给你评A就是因为我身上有一个825 再加上中一棵树吃掉 我16.4的秒回 我还怕你 追着对方的女王 顶着兵线就是一顿疯狂的小好 虽然对方的女王有独标 对吧 有这个吼 但是我怕你吗 我不怕你 我回血快 我16.4的秒回 这里一下 两下 三下 这个女王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一个评A Nice 注意刚才的这一波单杀 Tobson的这一波单杀 他是在平AA出去之后 等到这个平A弹道 马上打到对方的一瞬间 给到了弱化能流 这样的话 可以避免对方去利用什么 仙灵火呀 魔伴之类的东西来秀 因为一般我们去秀这种操作的时候 往往都是知道对方的下一次 平A能够击杀自己 所以我们这样去秀 但是呢 Tobson这里把自己的平A弹道 和他的弱化能流覆盖到了一起 没有给对方反应的时间 这里又是一个弱化能流给上去 然后开始追着对方女王 女王虽然这里又是独标 又是猴 但是由于有一个旗子兵的存在 那么对方对于这个拉比克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那这里稍微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旗子兵 他的魔抗是比较高的 我们这里看一下 士兵骑手有39%的一个魔法抗性 所以士兵骑手并不是很容易被 直接用技能给清掉 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 因此呢前期保住这个旗子兵 让他给你多回一点血 非常的美滋滋的一件事情 再拿到自己的825 并且进行了中路这种惨无人道的疯狂 对着消耗以后 这里一个局 局完了以后 接着追着对方的女王去A 其实刚才拉比克的那一次单杀 在咱们这个很多上一期对吧 吐槽帕克比较菜的这些 能够单排到托普森 按着托普森的头乱锤的观众眼里面 可能又会觉得这个女王很菜 但是呢 作为我来说 我觉得就是他去卡一个极限的时间 让肉滑能流和平A 几乎是同步产生伤害的一个操作 还是需要一定的意识的 当然在高端玩家手里面来说 这个其实是基础操作 只不过能够在中路拿拉比克 单杀对方的女王 我觉得很秀 好吧 我觉得很秀 游戏现在进行到四分钟 人都是4比1 现在拉比克在中路的补刀 是来到了一个22-9 千万不要小看拉比克这个英雄 前期他弱化能流所带来的一个优势 这里稍微提几个数据 拉比克的智力成长有3.1 女王的智力成长的话呢 是3.4 两个人单纯的从成长来说 女王是占优的 但是拉比克的柔化能流 在一级的时候 他可以给对方降低14%的攻击力 而三级的时候 可以直接降低28% 也就是接近给对方降低了 四分之一多吧 我们不说三分之一 也说四分之一多的这个攻击力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对方的女王想跟拉比克去拼补刀 是拼不过的 而且因为拉比克 他前期直接出的是一个坚忍球 回血和回蓝实在是太高了 就他可以完全的利用技能 去跟你对着进行一个消耗的这种效果 你看这弱化能流打人技以后 然后直接偷一个毒标 对吧 六级了 我偷一个毒标 六级打四级女王 女王这里是刚刚升到了五级 以后偷到二级毒标以后 拿到了允星锤 然后开始丢锤子 砸防御塔 这里就要再给大家提供一个 比较有用的信息 如果大家并不清楚这个东西的话 一定是非常有帮助的 就是道具 像允星锤 像大根这类的道具 它是吃法距离增强 也吃法技能伤害增强的 比如说拉比克 他拿到允星锤以后 他就可以比别人离更远的位置 去把这个允星锤扔出来了 而且允星锤的伤害 也会比其他的英雄拿着要更高 那么这个优势主要体现在哪 我给大家举个最简单最简单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知道允星锤之前有一段时间 是所有的人几乎都在出 后来突然间就没有人出来 就是因为他砍掉了伤害 允星锤的伤害刚好是 不能够一个允星锤清掉一波兵 直接导致很多英雄 没法用他来快速的刷钱了 但是拉比克就不一样了 拉比克只要一级的被动 他仍然可以做到一个允星锤 清掉一波兵 而且由于更远的施把距离 这个拉比克的允星锤 其实比其他英雄的效果要更好 要更好 而且这种出装方式的话呢 由于拉比克前期是直接去买一个825对线 这样的话呢 也不用去买瓶子 这块一轮合击 然后看一下对方女王的这个位置 这里手里面偷到的是一个毒标啊 没有选择用这个毒标来消耗对手 又是一个允星锤 砸下去 上一场比赛我们记得 卡尔是7分钟拿掉的一塔 那么这场比赛 托普森肯定不能7分钟啊 那不样的话 不是显得自己不如卡尔 于是他6分半多 就已经拆到了对方的中路一塔 拆到这个中路一塔以后呢 现在拉比克继续在中路 肆无忌惮的去进行一个捕捣发育 当然这个肆无忌惮 是建立在他频繁的观看小地图 对方在边路的英雄 没有过来中路支援 且队友应该也会及时的 给他打信号的一个基础之上 而不是真的不用看 对方一个运行锤砸下来 弱化能流毒标给上去 对方的女王 这一套直接被毒死 这个就是拉比克的优势了 拉比克因为他加了二级刀树至尊 所以他的运行锤 可以在更远的地方扔 因此他可以在这个树后面 去扔到这个运行锤 到冰堆里边 如果换成其他的英雄的话 这个运行锤的施马距离 要稍微往后拉一点点 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砸不到对方 也有可能没有办法去隔着树林砸到防御塔 你看这个就是他的优势 我直接砸下来 但是没有砸到 不过不要紧 偷了一个平射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我一个局 队友给上技能 一个平射给出去 弱化能流加平A 人头最后没收到 是队友的双头龙拿到的 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对吧 这一套爆发 我伤害打满 虽然没有拿到人头 但是影响不大 我有的是钱 我现在4400块钱 然而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 全队的经济其实领先的并不多 而且虽然我们看拉比克在中路 大杀特杀 三杀零死 两助攻 然而人头数 全队只领先三个 那么边路的经济 其实是对方优势 现在拉比克手里面 在出完了隐形锤以后呢 选择补了一个密法鞋 这里把中路的兵线稍微清一清 这块呢 他应该是没打 虽然用输化能流清啊 看这个意思 这块感觉是要用输化能流了吗 没有 还是选择继续平A 把兵线收掉 500多的蓝量 手里面搭着一个三级的平射 这个爆发可以说 已经是来到了一个非常 骇人的地步 好 中路这边看到了对手的八条 看到了一个女王 自己一个隐形锤 摇下来 咋到 nice 看看要不要给上一个弱化能流 没有 他想举 他想举 举到了 弱化能流加平射 瞬间秒杀 根本不给你任何反应的机会 格鲁索立功了 这波打完以后 拉比克再一次单杀到对方的女王 整个一套 女王以为这个拉比克 只是举一下自己 殊不知手里的三级平射 在50范围的 50%的范围之内 加上奥数至尊 这个伤害 他直接就拉满 然后在这里再给大家一个数据 就是数据党的话 那么再给大家一个数据 大家可以记一下 拉比克满旗被动的情况下 一个允星锤的 税后伤害是480 对英雄的税后伤害 注意 哦 罚条 还有这等不怕死的 直接扔出去 再偷一个女王的blink 那么这场比赛 有女王所有的技能 偷过来那都是一个赛 一个好使 正好对方的女王过来以后 被拉比克扔出来的这里 直接一个允星锤 但是对方看来是有视野 这里 对方有视野 还有就是说一下 我发现可能有些人 真的会误以为 对方摇的允星锤 你能够看得到 这个允星锤的 施法的那个圈 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所以这个位置 就是千万千万千万 在对方出了允星锤以后 你一定要注意 当对方允星锤摇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他的脸朝向 来大概判断一下 他往哪个位置放 当然拉比克的这个 不太好判断 因为拉比克的施法距离 实在是太远了 对英雄的 税后伤害 直接可以达到 480 配合拉比克的 弱化能流 整个就是光靠一个 弱化能流 409的 税前伤害 然后再加上一个 大概就是 300的 税后伤害 再加允星锤 就可以达到 一个 接近700 这里 举起来 摇允星锤 对方的法条反应 非常的快 直接一个大招勾过来 那么利用拖到的 女王布林格 挪一下自己的位置 脱离对手一个 击杀的范围 现在人都说来到了 14比8 领先这2000多的 一个团队经济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拉比克手里边的 经济是6100块 有了这个允星锤 无论是推塔 击杀还是打钱 简直不要太爽 这里又做了一个 以太 有以太以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这个施法距离 这是允星锤的 施法距离 兄弟们 这是允星锤的 施法距离 这可不是blink 弱化能流的 施法距离 也是直接来到了 半个多屏幕 允星锤也是 半个屏幕的 一个施法距离 然后再加上 允星锤有400的范围 也就是到外沿 还会在额外 增加200的 一个覆盖范围 就离谱 这个东西 这里看一下 对方的DN角手 这里一个举 超远的施法距离 举完了以后 先往回撤 不着急 因为对方 其他人的位置 我目前不知道 发条这块勾 你敢框吗 你敢框 允星锤砸下来 砸一下以后 开始等一下 自己的下轮技能CD 大树给上了 一个大招 缠了一下 不过不要紧 托普森这里 成功的利用自己的 允星锤和平A 带走对手 这里看到了 对方的颠绝手 小跳响 躲对方的卫柄 没有成功 你敢打我 我直接就是一个 平射减速队友 绷住他 我上来就是一发平A 人头归千之所有 但是你敢跟我对着秀 那今天我岂能饶你 打完这波以后 又是一个允星锤 砸到对方的下路 一塔 这里草鞋 加上以太 然后一个允星锤 加上大摩伴 身上还有一个砸耍文具 托普森这套比赛 到现在为止 可以说打得相当相当的离谱 又秀 又强 好吧 这波打完以后 现在拉比克来到了 6000 接近6500块年的境界 手里边拿着个眼 看一下要不要插一下 对方电眼角手 加发条 两个人 拉比克卡一下位置 准备利用自己的一套技能 这里直接一个允星锤 砸到一个绝 往回扔 给上一发停射 没有后绝的技能 双刀龙的冰墙 接的不是很快 没有能够第一时间 给到伤害 那么拉比克果断的一张 提币回到了中路一塔 这个位置不能再待了 再待的话会很危险 这个是专属于 拉比克的一个优势 因为其他的英雄 是没有这么远的 施法距离的 只有拉比克 可以拥有这么远的 施法距离 这里能砸到吗 好像没有 没有砸到 预判了一下 没有砸到 那我就走 反正允星锤 这个道具 他的CT非常短 这里对方插眼 小跳躲掉 对方的拉比克 我有局啊宝贝 你还敢来 看一下先知 支援过来 以后呢 手里的弱化能力 随时准备开头 这里先把伤害给出来 老奶奶居然还敢放大 那我就收入囊珠 笑那 不跟你客气 DN角手还是非常猛的 直接回头 一个平射 换掉了先知 但是拉比克 现在已经来到了 7000块的经济 团队经济上 是只领先知 三四千 对方的小黑很肥 小黑这场比赛的 发育其实非常的肥 DN角手呢 他因为频繁的打架 所以经济比较一般 女王是被拉比克 给打穿了 拉比克这块绕一圈过来 不过因为是白天啊 白天的话 视野不太好 这里一个运行谁 砸下去 消耗一下防御塔 这波兵线 也可以直接烧掉 那么这个钱 哗哗的来啊 这波 对方想砸没砸到 一个小跳 躲掉 然后这里拉比克 一个举 举一件对方的DN角手 砸晕大树 砸晕大树以后 看看你直接利用 偷盗的大招 开始给输出 发掉这块 勾一下 弱化能流 给上打掉齿轮 再偷一个对方的齿轮 往回走 OK 齿轮反弹一下你 绕到远端 对方的DN角手 还在追 看我绕过来 和弱化能流 击杀到对方的发条 然后再往上面走 这个时候 这个地形 好像有点不大妙 有没有其他的人 能支援一下自己呢 队友这边没有 偷了一个大树的 击生种子 给一个击生种子 这个地方在回血 但是小黑 来到了正面战场 那确实是没有办法了 这波跑不掉了 在拉比克这波被击杀以后呢 是直接给到对方小黑 548块钱 再加上234的一个助攻的 我们稍微加一点点的素 来看一下 我们这边先不加素了吧 我们这边直接利用 我改一下这个配乐 这个配乐好像又出了一点点的小bug OK 那么我们稍微加一点点素 让拉比克快速复活 好 拉比克复活以后 现在游戏时间是15分47秒 团队经济的领先优势呢 已经是被对方蚕食到 只有1000块了 小黑的经济 共是反超到了全场的第一位啊 直接跟拉比克的经济 和先知的经济持平 秉分局 这种大哥 为你稍微给他一点点的机会 刷起来的速度 简直不要太快 看看这里 八条 这锅伤害打得不错 老奶奶超远距离 开启自己的一个排击炮 那么利用偷盗的勾勾过来 预判了一下对方的位置 但是勾到的是大树 这里还有一个对方的老奶奶 看看有没有下一个偷技能的机会 直接给上一个局 但是允星锤并没有砸出来 偷到了龙眼饼干 好技能 龙眼饼干也是一个完美配合允星锤的技能 因为龙眼饼干砸晕的时间是2.6 而允星锤现在的完整生效时间是2.5 我稍微给大家提一句 上一期节目我发现有好多人 在弹幕里边说什么 主播胡说八道 允星锤现在的时间是2秒 施法时间是2秒 允星锤这个道具 自从诞生之日起 自从有了这个道具的那一天 它就是施法时间加允时的下落时间 它的下落时间是0.5秒 你要把这个时间算进去 这个不是某一个版本改的 这个是打一开始 这个道具一出现就有了一个设定 它不是后来增加的 所以这个建议 建议就是不掉 是吧 这边一个TP踢下来 然后直接远距离摇一个允星锤 砸到弱化能流 给上举龙眼饼干 接上 再偷一个技能 一个吼完美操作完成单杀 这里偷了女王的一个吼 这个位置的话 其实对于拉比克来说 他偷到的任何一个技能 几乎都可以击杀到对方的女王 偷到的如果是毒标的话 直接一个毒标甩到脸上 后续的伤害也不低 如果偷到的是blink的话 可以通过女王blink的脸朝向 来预判一下他飞的位置 然后你用blink跟上去 如果偷到的是大招可以直接秒 偷到的吼也可以直接秒 下一个装备 拉比克准备去做的是自己的A杖 有A杖以后能够偷了一样恶技能 那简直不要太开心 是不是 这波现在游戏的时间来到了18分钟 人都是22比14 我们的拉比克这个时候勾了一波野怪 看看要不要摇一个允星锤 去清这波野呢 离得要离个比较远的位置 应该是感觉对方可能会有人过来 准备藏在树莲后面 用这个允星锤去阴个人 地图上现在一个人都没有 但是蹲了半天啊 没有看到对方任何人过来 这个就有点尴尬了 那没人过来的话我就直接 哦呦这里看到了对方的女王 左边有对方的女王 女王女王 第一时间Topson居然没有看到 哎呦这可是太可惜了 这个如果看到的话 如花能流 还有举这两个技能 再加上偷到的女王吼 可以欺负一点对手的女王呢 其实 现在A帐差的钱不多 那中立装备这边出了一个B甲 拉比克拿这个B甲 还是非常不错的 B甲这个东西智力B甲 可以增加一些技能增强 6%的技能增强 对于拉比克而言 6%虽然不高 但是呢 配合他其他的这些技能增强 加起来就比较可观了 又是一个允星锤 扔下来 利用偷到的女王吼 来清一下这个野怪 看一下对方照明火箭的方向 那么先拉远距离 然后再打掉这个野怪 马上接一个小跳 利用人马挡一下 对方发条 可能给自己勾的一个方向 但是实际上 对方的发条是在上路 勾一下 PA直接被秒 拉比克给上一个 举双龙的后续伤害 带走对方的发条以后 能不能找到 对方的电影角色呢 好像不行 大圣开始上树 再找人 PA再一次被断节奏 大家可以看到 团队的经济领先优势 其实一直非常的小 基本上就是在 终端这个位置上 那其他的位置 经济对照的话 并没有明显的优势 甚至几方的PA 现在经济其实和对手的 小黑是差了足够2000块 看看这里拉比克 哎呦这个机能没给上啊 偷一个对方的大招 拉比克的A帐第一波 反大住对手的大树 然后开始往回走 寻找一个扔允星锤的机会 这里队友 控了一下对方的电影角色 拉比克若华能流 先给一下对方老奶 那卫兵走呢 我就偷你一个卫兵 砸上去 然后再加一轮平A 带走对方电影角色 以后小黑在高台上面 一发剑 直接清掉了兵线 救下来了本方的大树 女王这个时候冲进战场 直接配合兵线 带走了一个双头龙 那么拉比克 此时此刻并没有其他的技能 所以不能着急 看一下PA的位置 有没有喂饼 救一下的说法 这里喂一个饼 救一下 但是小黑的后续叔叔 还是太高了 完成了击杀 这里利用拖到女王的一个blink 直接往回撤一下 有了女王的blink以后 拉比克的 这个拉比克的blink的范围 那真的是相当的远 整整一个屏幕 真的是整整一个屏幕的 一个试法距离非常的过分 满级被动 再加上一个 这个以太 那天赋上他选择是 减25%窃取到的技能CD 然后实际天赋并没有去加 并没有去加伤害 这里举一下 弱化能流 卫饼 砸晕 允星锤 但是对方的发条过来了 那只能先往前走一下 大胜砸下来以后 拉比克的blink走完了以后 等到自己的下一轮技能的CD 赚的差不多了 这里冰墙没有冻住 发条一个齿轮 非常精巧的 救下来了自己的大哥位 小黑转身 一个狂风 再加上自己的兵剑 剑鱼 秒掉了大胜 大胜被击杀掉 拉比克这个时候技能基本上全的 还有三秒钟 有卫饼 对方的女王 举一下 然后呢先往回撤 不要着急 看到了对方老奶奶的一个技能 我blink直接兜到下边 老奶奶预判了一下这个位置 不过并没有到 问题不大 大树还在追 我又是一个不link 赶紧溜 再喂一个饼 接着往回跑 那这一波的话 让对方直接把人头追到了20比5 又是一个零换二 小黑的经济 现在一直紧紧的咬着先知 这里 blink跳过来 允星锤砸下去 弱化能流给出来以后 再加上一个局 不让你跑 再一个blink往回撤 后到blink以后 这个拉比克的使用真的是爽 太多了 PA这里一个飞镖给上去 拉比克往前找 不过呢 PA似乎并不打算上了 现在这个版本 顺便跟大家说一下 现在这个版本PA很好用 PA真的很好用 推荐大家可以练一练了 就是原来 如果你是一个PA的爱好者的话 PA这个英雄可以开始练一练了 蛮不错的 他的那个三技能开启以后的破雾距离 破隐距离要400 这个实在是太近了 这里拉比克不离个上来抓到了女王 卫柄砸晕弱化能流给隐形锤 不过这一套的操作 它就没有连接上 没有连接上 这个就是 其实如果你想利用控制技能 去搭配隐形锤 真的是需要一些手速的 上一期节目当中 有很多的弹幕 有很多的这个弹幕 他经他在说 我说这个卡尔的吹风极冷 陨星锤的这个操作 还是需要手速的 有很多的这种可以单排到 头部森 并且把头部森按在地上锤的 这种弹幕不以为然 觉得我在胡说 这里举一下女王 卫柄上来 再给一个平 这个A不出来 有点着急 但是不定的CD已经好了 PA这波直接完成一个三杀漂亮 疯狂杀戮 这波PA PA都非常nice 上一期节目有很多 可以单排到头部森 并且把头部森 按在地上爆锤的弹幕 表示呢 就三个技能 根本就不需要手速 其实三个技能 也就是吹风 齐冷 加隐形锤的这三个操作 如果你不是智能师把的话 你需要按六线鼠标 而这个时间 你只有0.4秒 也就是说 你需要在0.4秒的时间里边 按六线鼠标键盘 而且要保证 这六线鼠标键盘 要按得到 要准 才能够完成 我一开始在 试玩模式里边 去尝试这套连招的时候 一开始怎么都连不上 我也一开始觉得 这个应该不会有 特别大的难度 但是呢 我经过几次测试以后 发现连不上的 核心原因 就是手不够快 因为时间太短了 你就0.4秒的融托率 然后你需要 把这三个技能 全部都按上去 而且要全都点到 对方身上 或者是点到 对方的这个技能 的范围以内 才可以 它对手速还是有要求的 这一点 大家如果在 试玩或者打人机 或者在实战的时候 如果发现 自己有点连不上的话 尝试在试玩模式里边 去加快一点点 技能衔接的速度 可能会比较有效的 去提高成功率 这边 PA 看一下 被对方打了一套以后 手里面的这个 Blink刚好是到时间了 偷到的两个技能 都是等到了 时间到 因为之前 偷到的两个技能 实在是太好使了 所以拉比克 一直也没有偷心的 那一直等到两个技能的 实验时间 全部消失 虽然这里预判了一下 对方的走位 要一个隐形锤 但是对方似乎在这个位置 是有视野的呀 感觉并没有中 那么照明火箭给上来 Topson手里边 现在带的还是B甲 并没有继续带 那个杂耍玩具的小跳 因此在走位方面 其实是比之前 要更加小心一点 防一下对手的这个发条 那现在Topson手里边的 下一个装备 在有跳刀以后 他准备去做的是一个风杖 风杖在这样比赛当中的作用 比较多了 能够驱散沉默 能够去驱散掉 对方一些其他的debuff 而且可以用风杖 来去配合隐形锤 虽然现在其实已经 过了这个时间点 能够把风杖和隐形锤 这两个道具 配合的最好的英雄 是凤凰 没有之一 就是凤凰 这块一超远距离 摇一个隐形锤 先知的大招 刚好弹过来 偷到老奶奶的大招 一顿疯狂的扑火 预判了一下 对方的走位 nice 直接完成了一波击杀 当然这个不是单杀 还是依靠的先知的大招 定位加一个伤害 那么上路这里打起来了 赶紧TP过来 第一时间被对方的大树定了一下 八条勾上来以后 拉比克先往回找一下 哦看到了对方的一个大树 这个大树被缠住了 偷了一个八条的弹幕通击 直接带走对方的大树 另外一侧 对方的小黑呢 看到人比较多 也只能是赶紧开分身撤 正面打不了了这个位置 小黑的经济线16300 遥遥领先 拉比克的经济线是13300 被对手甩开了 大阁位甩开了3000的一个差距 这里继续开一个弹幕冲击 话说弹幕冲击这个玩意 在拉比克的手里边 伤害简直高的不要太过分 真的是被一下125的伤害啊 太离谱了 这里摇一个允星拳 帮自己的队友打一打肉扇 手里面现在是偷了一个大树的大 加上一个弹幕冲击 好技能啊都是 那么游戏时间现在来到了26分钟 队友打完肉扇 PA带盾 PA带盾 这一波开悟 拉比克一波开悟 看看队友的这个开悟能不能抓到人呢 现在在视野方面来看的话 只有上午那边有一个视野 还是依靠兵线来蹲人 成功率可能会更高一点 选择这里是扔一个允星锤 来清一下允线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拉比克偷到允星锤以后 砸一下的这个伤害是真的有点过分 就砸这人那一下 那个伤害就非常的过分 顺带一提的就是 汇光这种加法伤类的道具的话 它也可以增加允星锤的伤害 拉比克的满级被动 再加上汇光扔一个允星锤的话 总伤害是500多 所以这个伤害真的还是挺高的 真的还是挺高的 你得接着用允星锤 来去砸对方上路的二塔 那么看一看上路这里 队友这边也出了个允星锤 也在这跟着砸塔 应该是双龙龙出的吧 我估计我看一下 还不是双龙龙出的 那是谁出的呀 大圣出的 大圣也出了一个 拉比克这波呢 是选择踢刀下落 挑刀 敌刀过来 挑刀过来 拉住 然后利用大叔的大招留一下 再偷一个敌刀 直接往回撤 对方的女王开启了BKB 以后开始往回跑 PA直接一个敌刀 看一下对方这个BKB的持续时间 应该快到了 一个敌刀过来以后 直接预判 摇了一个允星锤 不过对方并没有打这拨钱 放了一下 放弃了 27分50秒 现在团队经济领先着5000加 34比25的一个人头数 下一个装备呢 这个疯胀 钱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现在还差个400块钱不到 就可以拿到自己的疯胀 女王的Blink 对于拉比克来说 真的是一个太好用 太好用 太好用的技能了 因为他偷到的技能 可以有一个天赋来减CD 这个东西太好用 实在是太好用 看看这里 拉比克一个弱化能流 摇一个允星锤 小K这里直接被控住 两个人被砸晕 拉比克这块没有偷新的技能吗 偷了一下 但偷到的还是弹幕冲击 利用这个弹幕冲击开起来 并没有什么效果 再不拎过来 弱化能流 队友留住对方所有人 还剩下DN决手 看这个DN决手 弱化能流 没有来得及 放人头让给了队友 先直加撇 两个物理输出点 成功的带走了对手 当然了 这场比赛并不是说 中单的拉比克 会成为一个很强势的英雄 因为中单的拉比克 他的带节奏能力很出彩 但是中期面对BKB 比较容易隐身 非常容易隐身 然后如果你不能够 保持一个特别好的 一个刷前节奏 和打架节奏的话 这个英雄打着打着 就没这个人了 当然这场比赛 因为三号位是先知 一号位是PA 这两个英雄 可以有效的去解决 自己这里预判 一个允星锤 杂到漂亮 一个橘 直接接老奶奶的大招 超远距离的火 扑出去 看一下队友有没有矿 女王开启了BKB 一个大招轰飞 那我偷一个大招 预判一个blink大招 不过对方的女王 并没有选择往上走 说实话 这个blink过来以后 预判对方女王的走位 要是能轰到的话 那简直就秀飞了 可惜的是 对方女王并没有这样走 应该是直接往右跳的 而是没有往这个 上面的兵线去跳 打完这波以后呢 现在双方人都数37比26 领先着9000家的团队经纪 手里边又拿到了一个加速护符 现在CD更短了 这里一个blink 现在他的blinkCD 应该就大概就是4秒钟左右吧 这个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而且不光他的blink 不光是CD短 距离也远 他比女王的那个 自己的blink要远得多 就很离谱 看一下这里 拉比克一个举 然后弱化能流给出去 看了一下对方 预判了一下对方的位置 直接blink过来 果然猜到了对手 不过好像不太好打 果断再利用跳刀逃生一下 这边反应也是非常的快 直接blink过来以后 发现打不死 那我就果断一个跳刀开溜 手里边现在女王 拖到的女王大招 还有一秒钟的CD 准备一下 看看对方的位置 小黑的位置 过来举 弱化能流给一下 然后双头龙 接冰枪 大招轰出去 直接轰到了 小黑加女王两个人 弱化能流完成收割 小黑被击杀掉以后 这个发条 面对一个BKB的PA 毫无办法 拉比克一个blink过来 想找女王并没有找到 对方老奶还想被禀去救人 那就暴露了你自己的位置 今儿你就别走了 直接一个风筝吹起来 等一下自己的对手输出 弱化能流 小LK头没有来得及 双头龙捡到了这个人头 美滋滋 40比26 这里又是一个跳刀 加blink 超远距离的位置 一个举 举完了以后 自己的blinkCD已经赚好 看一下风筝 现在还在CD 弱化能流 给你上去 小黑 比如小黑的PA 一个飞镖暴击 再加速化能流 完成了对大树的击杀 打完这波以后 人头数来到了 41比26 31分钟的游戏时间 拉比克已经来到了 14杀 已死 16助攻 但是这场比赛 只能说拉比克 秀的飞起 这个时候对方应该是 没有什么太多反抗的机会了 我们这里稍微加一点点的速 拉比克这里加一个速 那如果能看到这里的话 都是圆算 也希望大家能够 点赞投币 打赏支持一发 谢谢各位老板 大家如果有更喜欢的英雄 更喜欢的套路 更喜欢的选手 都可以在私信里面告诉我一下 我如果能够找到合适的素材 都会尽快的给大家出 当然了 也希望那些 喜欢在弹幕里面 跟别人抬杠 大放厥词的观众 能够收一收自己的锐气 看视频 为了开心 为了学东西 如果只是为了抬杠的话 那么我觉得不是很划算 谢谢各位观众大佬的收看和支持 咱们下期节目见 摸摸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